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也问,讲讲关于高考的事,毕竟现在都在报这约 高考分寿都下来了,不知道大家考得怎么样啊 是不是正在纠结上清华还是上北大 我知道这很难选,当初我也为这个纠结了很长时间 这几天刚好应该是天志院的时间 所以后台很多崇宝宝问了关于选专业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 选专业第一步就是要了解那些专业是干什么的 因为大学的专业五花八门对一个高三学生来说 光看名字很难知道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 比如什么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技术管理专业 环境工程管理,物流管理,涂抹工程学 要想了解这些专业,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看这些专业都上哪些课程 另外专业的名字也要注意 有时候一字之差也会给你带来麻烦 比如以后你出来报考公务员 人家会说中国语言文学类不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中国史不是历史学专业 你能怎么办?你只能感慨一句 官方自黑最为致命 我觉得吧,也不能一棒再拳打死 这个也是要分朝代的嘛 那么选专业第一个原则当然就是兴趣了 你说我对考古特别感兴趣 那就去报百大考古系 当然前提是你真的对他感兴趣 而不是仅仅是想去青铜门后面看看小哥 有人说我感兴趣的专业以后不好就业啊 你让我学了考古以后出来干嘛 到故宫修文物吗? 故宫哪有那么多文物可以修啊 当然就业也是要考虑的一方面 这就是要根据家庭条件和个人能力做的一个权衡问题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人说我高中三年做题做的差不多是一个废人了 哪还有什么其他兴趣啊 我最大的兴趣就是不上学 非要上的话就报个以后出来年薪百万的工作吧 什么金融啊计算机啊 何以解忧 唯有报复 不过从长远看 我还是比较看好跟人工智能方向相关的专业 以后可能大部分工作都被机器人取代了 还就啥业啊 这种情况下 估计只有造机器人的人不会失业了吧 其实不管选什么专业 最重要的还是要学金 任何一个领域只要做到顶尖都会很牛逼 未来社会分工会越来越细 要做就要做到一根针顶破天 最后大家可以把要报的学校或者专业留在弹幕或者评论里 指不定就要报同一所学校的呢 想要许愿的同学直接投个币就行了 等考上了再来还个月 总之生活中千万不要到处撒逼 COS问 童哥我从高二刚开始关注你的大新闻 一直到现在也高三毕业了 然而你也暂时断根了 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缘分 这时候翘翘也是我和同学分别的时候 而且到今天出了高考成绩 不是很理想只比一本线高了15分 我很纠结到底是去省外还是去省内上 因为去省外的话估计只能上一个澳本 去省内能上一本 但是我真的不想在省内上大学 希望童哥可以给我出出主意 万分感谢 这个主要看你以后想在哪个城市发展吧 想在哪工作最好就去那地方上大学 比如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 要是没有在那地方工作的打算 那还是上个省内的一本 晚期问 28了没女朋友 半年被三个女生相继拒绝 有点气磊了 感觉全世界女生都在拒绝我 怎么办 你这吧 我也不太好鼓励你再接再厉 你说你半年都跟三个女生表白了 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古人说过心急吃不了豆腐 所以人家拒绝你 你得反思一下 自己有没有对人家花心思 有没有真正了解人家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 小路问 童哥你的帅我就不夸了 现在内心很迷糊 请童哥解惑 一般这种情感问题 后台问的比较多 我基本上很少回答 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我要拿出来呢 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一下 他的提问技巧 问问题就跟写作文一样 第一句很关键 所以有时候怎么问比问什么更重要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你的货 我就不解了 下一个 好想带着猫去旅行问 捅啊 我女朋友每天都把我人道毁灭 喜怒无常啊 有什么解决方法没 遇到这种事 你要想想你女朋友为什么要把你人道毁灭 他怎么不把隔壁老王人道毁灭呢 所以你要 你日三行你身啊 为女朋友谋傲 不忠乎 与女朋友骄傲 不信乎 传不习乎 传唤你的时候 有没有立马习惯性的去做 这些都做到了 如果还要对你进行人道毁灭 到时候再来申请人道主义援助吧 正心里苦阿温 我感觉有个女生暗恋我 今年就要高三了怎么办 你知道你为什么心里苦吗 就是因为你每天想的太多 安心学习 不要给别人加戏 马赛克文 求打马 求同求同 我是一个学口腔的医学生 当过兵 退伍后二次高考才考上了医学院 在医学院认识了一个 我们部队助力学护理的女孩 有一次她突然向我表白 我没答应 后来我去了一家三甲医院实习 她也还是一直在追求我 人长得挺漂亮 身材也很好 可是没感觉确实没感觉 我也不想让她耽误青春年华 另外我比她大五岁 所以你这是来暴击大家的吗 一一年串暴击还不够 最后还来个会心一击 我比她大五岁 韩红听了都想说 纪佑恩 滚 扣得问 我是一个大学生 我的班主任是宁波大学科技学院的叉叉老师 一次我写论文发微信给她 结果被她老公看见了 现在她老公还一直给我发色情信息 要我没课的时候去陪她 她会和我班主任说好话 帮我好好弄论文发表 昨天她又约我去喝下午茶 喝完之后说能不能和她上床 一会儿她上完 她送我回学校 顺便接她老婆 我该怎么办 想报警 又不想得罪班主任和她的家人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说的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把你问题 你老师的名字用叉叉代替了 要是真的话 就算你不报警 那也应该直接拉黑啊 更不要答应喝什么下午茶了 或者把她发的那些信息 截图匿名寄给你的班主任 让她看清她老公的扎面目 归您的二条 也就是我自己问 大新闻没有了 我们以后怎么植入房不胜房 另外我上两个月工资 什么时候发 一下问了两个非常好的问题 先回答第一个 你看我们可以这样植入 前妻要告发西贵妃司通 更贵森严 几个人不得信口雌黄 请不吝点赞订阅 炝尽 本宫不知道 请安时辰什么时候赶了 贵妃尽此刻才来 难道不知道宫里的规矩 小楚入宫 奴婢月秀奉命前来服侍你 上班玩手机安心工作 玩手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这样我才能回答二条第二个问题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关注公众号 小统空间站提问 问题一定要发到公众号 方便我收集 不要私信或者留言问 那些太分散了 很难收集 根据问题的数量 我每个月会做一到两期人生经验 跟大家随便聊聊 好了 我们下期见 那里的女人都很美 很美 她们的步子很小 她们的怨气很深 因为她枕边总没人 没人一个她要放飞 一个流泪 曾经她一直动手 如今是什么滋味 矫情她不是罪 无路可退 花园的花都盛开 染红了十里的灰 小样 就你矫情